第五十章 半卷地图 走在静悄悄的小镇上 偶尔会看见几个孩子 在空旷的街道上瞎逛 或脱掉裤子在街边尿尿 但很少见到成年人 许其安推测 这些孩子能力还弱 不需要每天把自己藏起来 以缓解暗谷的副作用 等将来他们长大了 能力提升了 就会变得和父辈一样 天天躲在鸡脚嘎拉里 难道天谷婆婆说 暗谷部的经济状况不好 能好才怪了 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 无意义的躲猫猫上 许其安心里嘀咕 他刚得到七绝谷时 只觉得暗谷的副作用很麻烦 每天要抽时间把自己藏起来 一藏就是一两个时辰 没有联想过 如果一个种族的人都这样 其实是一种灾难 其实晚上也可以藏 没必要非得白天 许其安说道 巡逻队的年轻男子 连连点头 晚上当然也有人藏着 不过大多都是为成家的 成家的 晚上可没时间 另外 层次越高 藏身的目的 就不只是消除副作用 您也是暗谷大宗师 您应该明白 副作用是暗谷最基本的需求 想增长修为 培育暗谷 还得主动藏身阴影 感悟暗谷之力 说话间 他见许其安目光描着自己脚下的阴影 便笑道 您没看错 巡逻队的其他人都藏在我当下阴影里 神疼了当下阴影 你们暗谷部的人都活在党下吗 许其安一口槽 差点就忍不住吐出来 穿过一条条安静的小巷 两人接近了镇子中央 这里的人烟稠密许多 三三两两的行人 穿梭在空旷的街道上 两侧还有店铺 许其安看见这些行人里 有中原人 有南疆人 穿着破败的布衣 不比中原流民好多少 主要是 这些行人大部分体内都没有暗谷 他们是奴隶 有的是从中原抓过来的 有的是一些不讲规矩的南疆部落 被我们清缴了 人口有七部平分 巡逻队的年轻人说 这些奴隶是我们族中宝贵的劳动力 许其安 成因片刻 道 古族常常与中原商队 进行人口贸易吧 人口贸易四个字 让年轻人愣了好一会儿才理解 道 没错 中原的商队知道我们缺人 常常往南疆送人 换一些南疆独有的草药 木材 矿石等等 而那些人口 多半是拐骗来的 许其安想到了柴家先祖 那位先祖年幼时 全家被仇人灭门 自身也被卖到南疆士古部当奴隶 后来不知怎么逃回了中原 在香州老家开宗立派 对了 还得问尤师索要地图 柴家老祖的那半张地图 就在士古部 这时 许其安看见了一座大宅 匾额上写着南疆的文字 这里便是首领的府邸 许银罗请进 踏入大宅 许其安扫了一眼大院的布局 一条青石铺设的道路通往内院 道路左侧摆着一只只水缸 盖着木板 右侧则是一个个口径狭小的深坑 坑里缸里全藏着人 许其安收回目光 跟着年轻人继续深入 走了一会儿 半个人影都没看见 直到他们进入内厅 许其安才看见 穿着黑衣的暗谷布首领影子 坐在主位 手里捧着一杯茶 他常年不见阳光 因此有些苍白的脸庞 露出些许笑容 茶已备好 许银罗请坐 见客奉茶 这是中原的礼节 待许其安入座后 他又道 稍等 我已派人去请长老 出兵之事 非我一人能决断 这是昨日战斗时 便已经初步谈好的事 半盏茶的时间 八道阴影从桌底钻出 与内厅中化作 或中年或老年的八位长老 首领已经和我们说过 许银罗想请暗谷布族人北上 协助大奉对抗云州叛军 白发苍苍的老人 似乎是大长老 语调缓慢地说道 倒也不是不行 就看许银罗能出什么价 许其安敏一口茶 道 战事平定后 大奉每年向暗谷布 碎赐白银五万两 卷五万匹 粮草三万十 只给五年 几位长老微微动容 用南疆话交头接而起来 五万两白银 可以把我家房间堆满了呀 五万匹卷 能让我们暗谷布族人 都穿上漂亮衣服 粮草更重要啊 我们族人一直没时间 狩猎和耕种 白发苍苍的大长老 用力咳嗽一声 打断了长老们的窃窃私语 庆幸许银罗听不懂南疆话 不然他讨价还价的底气 就被这几个没出息地败光了 大长老摇摇头 可若是大风败了呢 我们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许其安面不改色 大长老想怎么家 爽快 大长老点点头 沉声道 加一倍 爽快 许其安默默起身 拱手道 我还得去一趟新古步 不打扰诸位了 告辞 影子的手动了动 但忍住了 眼见许其安走到厅门口 他叹口气 说道 白银六万两 卷五万匹 粮草五万十 给六年 作为回报 我族派遣八百名精锐族人参战 放心 都是绝对的精锐 古族虽然全民皆兵 但刨除老弱富儒 再刨除普通族人 八百名精锐 确实不少了 许其安停下脚步 笑道 成交 他来之前已经与怀庆沟通过 从他那里获取碎刺的合理范畴 毕竟许其安不是毒使的 对于这玩意没什么研究 不知道碎刺的是成价 影子提的要求 在合理范围内 影子吐出一口气 暗谷部的精锐战士们 会竭尽全力 助大奉剿灭叛军 至于许其安能不能代表大奉朝廷 影子和长老们没有怀疑 此人身上不但顶着大奉 第一武夫的名头 同时还是国师骆玉衡的双修道旅 他说的话 在暗谷部看来 比中原皇帝的金口预言还可靠 过段时间 我会让朝廷送来文书 作为大奉和古族结盟的凭证 许其安道 影子微微汗手 离开暗谷部 许其安玉空飞行 半个时辰后 来到了新谷部的地盘 此地鸟语花香 飞禽走收遍地 新谷部的房屋建在茂密森林中 一座座楼阁 掩映在碧绿的枝叶间 人和兽类和谐共处 少女骑着斑斓巨虎 在山野间欢快游玩 田野间充当矗立的 是各种各样的巨型生物 灵活小巧的长尾猴子 拎着竹篮 漫山遍野的采摘果子 突然 许其安看见下方的密林中 冲起遍体鳞片的巨兽 煽动魔翼 载着一名年轻的新谷族人 在他身边盘旋 许银罗 首领让我来接待您 年轻的巡逻队员 毕恭毕敬 说着不太标准的中原官话 许其安恩了一声 他选择玉空而来 便是主动暴露 让纯烟察觉到他 那年轻的新谷不足人 驾驭着飞兽 朝林子里降落 嗯 这只飞兽不是雌性 看来骑士是个正经的骑士 许其安心里 没来由地浮现这个念头 跟随巡逻员 来到山峰南侧 悬崖边的一座阁楼前 阁楼边有一株 平平如盖老松 枝上松鼠嬉戏 松下白圆体叫 阁楼外 几只长脚黑羽的大鸟 低头啄石 见到陌生人到来 惊慌地震翅飞起 穿着蓝色长裙 耳垂坠着两条赤色小蛇 眉眼艳丽的纯烟 站在阁楼外 面带浅笑 纯烟首领 许其安回以微笑 两人进了阁楼 在一楼大厅入座 身为新谷师的许其安 立刻察觉到了 躲藏在角落里的 各种毒虫毒蛇 以及小兽 这里遍地都是的蛇虫鼠蚁 飞禽走兽 有没有给许音罗亲切感 纯烟半开玩笑地说道 忍不住就想把他们 都召集出来 一起跳广场舞 许其安笑道 确实让人流连忘返 倍感亲切 简单的一句话 仿佛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纯烟性眼里 眼波荡漾 感慨道 但与兽类过于亲近 也容易迷失在其中 你是指与兽类 进行潜伏后养运动吧 许其安脸上泛起 没有丝毫偏见的笑容 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 纯烟定定地望着他 见他确实没有偏见 笑容温柔了几分 道 族中规定 但凡与兽类 有过于归月举的 便不得再娶妻嫁人 这既是震慑族人 也是尊重他们的选择 许其安接着说道 忍住来自本命谷的冲动 有助于魔力意志 而若是沉沦本能 则有利于心谷的修行 不得不说 是把双刃剑 心里打定主意 在南疆期间 不把小母马放出来 让他好好留在浮屠宝塔里 不然他担心 被新谷布的人给偷走 或者被利谷布的人给吃了 建交谈还算愉悦 许其安道明来意 给新谷布开了 与暗谷布相同的条件 纯烟思考片刻 道 新谷布不缺粮草 我希望把粮草换成 布薄 茶叶 瓷器 以及盐铁 对新谷师来说 吃肉根本不成问题 耕种方面 也可以驱使兽类充当矗粒 没问题 许其安应允 交易达成 纯烟笑容扩大 问道 那么 许寅罗想要什么兵种 新谷师最擅长的是御寿 中原缺少强大的兽类 且分散各地 很难直接投入作战 合理的办法是 从我新谷布直接征调过去 许其安深表赞同 纯烟首领有何建议 中原不比南疆 独虫猛兽遍地 城里全是阿猫阿狗 山里倒是有不少兽类 但很难保证战场边缘就有丰富的兽群可以支配 而普通兽类作用不大 比起南疆的异兽 战斗力不在一个层次 纯烟说道 新谷布有异兽骑兵和非兽军两大兵种 我个人建议 许寅罗选择非兽军 异兽骑兵行军缓慢 成群结队前往青州 最少要一个月 一路上人吃兽饺 食物就是个大问题 到了青州后 食物依旧是大问题 大风寒灾汹涌 本就缺粮 而异兽骑兵只食肉 不吃穀物 非兽军虽说也只食肉 但行军速度快 最多六天就能赶到青州 沿途可以让族人自行寻找食物 这对我们新谷师来说 轻而易举 从作战能力来说 大风不缺骑兵 但非兽军却寥寥无几 只有山海关战役中 大放异彩的赤尾猎鹰 然而 因为国力日渐下滑 养不起赤尾猎鹰 朝廷已经把他们贩卖给雷州当地的商会 和豪门望族了 只保留极少数的非兽军数量 许其安内心叹息 新谷部能给多少 部族里只有1200头非兽 最多给大风500 成交 纯烟知道许其安还有事 没有多做挽留 送他出了阁楼 许其安的下一站是施谷部 谷族七步中 天谷不善战斗 排除 独谷族人与大凤仇恨太深 排除 擎谷部的催情气体 不分敌我 同时对大凤仇恨极深 排除 所以 他要的是利谷 暗谷 心谷 和尸谷四大不足 其中 尸谷部的作用最大 虽然尸谷部操纵尸体 需要子谷 无法像巫尸的控尸术那样 成匹成匹的操纵尸体 会成大军 但尸谷部的形式胜在质量高 战力强 而一队战力高的赶死队 在战场中能发挥的作用相当可观 尸谷部的情况和许其安预料的有些差距 他原以为尸谷部的大本营 类似于传说中的幽都鬼城 但其实 尸谷部的大本营 是各部里最气派的 足以和天谷并列 这简直是一座小城 石块垒起高高的城墙 城方块状 城中的建筑风格与大缝相近 砖块和木材组合 城中人来人往 贸易颇为发达 唯一诡异的地方是 台教的教夫清一色的白铜 活人身边必定跟着一句 或两句行尸 充当随从和苦力 人来人往的集市里 三分之二是行尸走肉 这就很惊悚了 谁能想到 一群铁憨憨的立古部 竟是古族画风最正常的 仅次于天古部 许其安无声感慨 因为刻意暴露气息 他立刻引来游诗的关注 被请进了城中央的三进大院里 院子里奴仆来往 做着各自的活 巡逻的护卫 清一色的白铜 行尸与活人相处融洽 进入内院后 许其安看见许多 衣着暴露的婢女 她们似乎习以为常 没有任何羞耻感 许其安在会客厅等待了片刻 游诗姗姗来迟 淡淡道 直接说条件吧 他没有直接前来 而是操纵着行尸 与许其安见面 许其安却审视着他 笑道 是不是打扰到阁下的雅兴了 以他今时今日的修为 游诗本体在里面灵性婢女的动静 能听得一清二楚 游诗淡淡道 这是克制尸骨副作用最好的办法 每当你忍不住想与尸体发生什么时 身边有几个衣着暴露的婢女 可以很好的转移注意力 等你把欲念发泄在他们身上时 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不会对行尸产生兴趣 巧妙地利用闲者时间 来抗拒尸骨的副作用 许其安微微点头 尸骨部相对负数 因此没有像暗骨部一样抬价 但游诗附加了一个条件 许其安在南疆期间 必须把那具骨诗留在尸骨部 何时离开骨族 再取走骨诗 听着游诗强作镇定 但其实无比渴望的语气 许其安沉吟道 可以 但我同样有个条件 但说无妨 游诗当即道 我曾经游历到湘州 那里有一个柴家 习德师古部的秘书 能练铁师 许其安把柴家的情况 告诉游诗 你有印象吗 柴家先祖 距今已有一百多年 游诗回忆片刻 点头说 是有这么一个奴隶 那是我父亲担任首领时的事了 没记错的话 他似乎是用半卷地图 换回了自由身 许平峰刻意收集的地图 绝对不简单 许其安道 我需要那半卷地图 游诗沉吟片刻 好 但我有个要求 禁止套娃呀 许其安汉手 但说无妨 你将来若是能解开地图的秘密 希望能告诉我 等许其安点头答应后 游诗到 稍等 十几分钟后 一具白铜行尸 迈入会客厅 手里捧了一只黑色的木盒